调窃科技 这是许多国家在做着进行的事情 美国最近有一个外星人的研讨会 他们下令指令了说 研究生 学生 还有包含了一些人士都不准进来 什么人呢 都是中国大陆的人 为什么不准中国大陆人进来呢 因为他们说这些人只要一进到会场 这个会一开完 所有的极机密的资料 全部都流到中国大陆去了 而且现在欧洲跟美国都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的人造卫星啊 在外太空飘啊飘啊飘 只要飘到了中国大陆的领空上空的时候 这些人造卫星几乎都变成失明了 我跟你刚刚讲一件事情 你说今天你开一个学术研讨会 然后你禁止某种人或者某个国家人不准他进来 你一定会被人家误会说你是种族歧视吗 是啊 对 那尤其美国这一次他要开什么会 他要开的是讨论外星人跟地球之间的一些关系 还有他的科技运用 是今年11月要在加州的三景城 艾姆斯研究中心开 那观众朋友你听到之后你就更觉得他应该没有什么敏感性 对啊 可是美国 不是谈论外星人吗 大家互相交换啊 但美国不这么想 不这么想 美国不但觉得很敏感 而且他针对性非常强 他哪一国不禁止 他就只禁止中国大陆 你不用来啊 这么针对性哦 这太明显了 他美国讲 他说 我怕你们中国大陆 第一个你们就是不太尊重智慧财产嘛 而且很多东西喜欢搞山寨 你会票欠我们美国NASA的外太空技术 而且2011年啊 欧巴马曾经决定了一个很特别的法案 什么法案 这个法案是说凡是有用到了经费 用在美国NASA讨论这个外太空的事情的 或者是说包括任何美国外太空的 对不起 美国NASA这个所有的研究外太空的设施 都不可以有让中国大陆接触的机会 不然的话就是违法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法案的话 他就已经画了一条非常明显的红线 我这条明显的红线 就是不准你中国大陆踩过来 这更是光明正大的禁止中国大陆来 好了 这个消息本来是很机密的哦 结果英国卫报去把它揭露 那英国卫报揭露之后啊 消息马上传回中国大陆 任何人都觉得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应该会非常团结 一致唾弃美国这种种族歧视嘛 对不对 没有耶 没有啊 相当令人意外的势力纲 竟然啊根据一个非官方的调查 说有三成的中国大陆人啊 认为是中国大陆自己活该 最有应得 因为他们觉得 谁叫我们国家 对于智慧财产权就是这么不重视 这次的想法跟以前都不同了 对 他们在微博上的发言 非常非常的妙 甚至有人讲说 啊我们中国大陆 本来就不是美国的盟友嘛 那你美国今天反对我们 不是也刚好而已吗 将心比心嘛 非常冷静哦 好我再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其实美国表面上拿着法案当幌子 拿着说可能会被票窃 外太空技术当幌子 其实真正骨子里最怕的是国防机密 以及国防技术的外泄啦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来讲一件事情 各位还记不记得前阵子 中国大陆不是有进行所谓的 反卫星导弹的一个测试吗 对 那我们晓得立刚 它里头用到了一个 从2002年就开始秘密发展的一个 极机密的高科技武器 叫什么 叫做电磁脉冲武器 电磁脉冲武器 现在美国不是还在研发阶段吗 其实中国大陆严格讲起来 也是还在研发 中国大陆也在做了 但是它研发的进度 在美国与日本的眼中看起来 他们觉得很可怕 什么 我一直说中国大陆的脉冲武器的研发 已经超越了美国 超越了日本吗 没有超越我不敢讲 但是日本的军方曾经就透露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 它说美国跟日本的一些卫星 在中国大陆领空的上方 在侦查他们的一些 做一些侦查的任务的时候 就有多达16颗被攻击 那立刚 那就代表中国大陆有这样的能力 或者已经有这样的计划在进行 好了 那么这一次我讲了 中国大陆它实施就是之前实施的 SC-19反卫星导弹试射 那么这个计划里头 它是一尺两鸟 一方面对于像是印度的中层弹道导弹 或者是最终极 希望能够对付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 但是两鸟除了这个导弹而已 还有一个目的 攻击你的卫星 攻击卫星 我攻击你美国的卫星 卫星你很了的嘛 卫星轨道是很固定的 导弹的话可以随时变换 我卫星最好攻击 但是我只要表示说 我能量波可以打到这么高的时候 卫星就会被我摧毁掉 相对的 导弹如果发射到我的领空的时候 我一样就有办法去追踪而摧毁 对呀 说真的啦 你卫星你没了 你就瞎了啊 而且我跟各位讲 这个电磁脉冲武器 拒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 中国大陆已经发展到 它能够在一分钟 聚集几百万瓦的威力 而且它的影响范围 攻击范围几公里之内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看我刚刚讲的 日本美国 他们的间谍卫星 都被中国军方攻击 那一旦中国大陆的 这样的技术成气候的话 我看美国 或者你在亚洲的战略伙伴 真的都去掉了了啦 原来啊 在外太空当中的卫星 它现在没有办法平静地飞行哦 地表面上 飞越了中国大陆的领空的时候 可能会有着脉冲光束上去 而使得人造卫星失效 而之后呢 如果脉冲光束更为成熟的话 甚至人造卫星会被摧毁掉呢 但我们说到人造卫星被摧毁 最近你有没有看一部电影 地心引力 这部电影当中叙述的 就是人造卫星被摧毁 但是呢 波及到了一些太空站 波及到了太空人 甚至波及到了太空梭 这部电影里面叙述的 有几个场景哦 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NASA非常排斥了中国大陆 但是美国好莱坞呢 却拥抱中国大陆 它甚至最后呢 女主角脱离着外太空 回到地球最重要的载具是什么呢 神舟号太空船 没有错 这部电影已经经过 美国NASA的科学家 以及真正的太空人的promoter 他们推荐 地心引力这部片子 几乎拍出来的 都是太空中的实情 也就是说可能会发生的 好 简单叙述一下它的剧情 就是说 第一次上太空的医学工程师 就是三卓布拉克啦 女主角主演的这个角色呢 他进行例行性的这种太空漫步的时候呢 由资深的太空人乔治克隆尼 陪他一起出去啦 结果两个人出去不久 突然整个天摇地动 竟然在很简单的任务之中 灾难发生了 我告诉你哦 他们的太空缩全毁 他们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回去 两个人进入了急剧的旋转 然后漂流 你仔细看那画面上 本来是好好的一个任务 在外太空 正在进行太空漫步 正在进行维修的工程 没错 维修人造卫星 没错 正在交导 结果 突然瞬间发生了灾难 哇 怎么办 整个太空缩进行旋转 他们跟太空缩之间的细带 全都断了 你注意 三卓布拉克的这个太空手臂 你注意哦 手臂也断掉了 手臂也断掉 三卓布拉克跟着那太空缩的 那个机械手臂飞跃出去了 而且远离地球轨道 大家认为这个电影画面 可能会太夸张是不是 专家说一点都不夸张 虽然在失动情况下 你要是遇到外力的话 就是这么可怕 而且我跟你讲 现在陷入了一片的死急当中 你要知道 你跟母船脱离 你就变成了太空垃圾 进入无边无际的宇宙浩瀚之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的声音 你跟谁都不能联络 你的估计 你的恐惧 会变成恐慌 还有最要紧 是你所剩不多的氧气 每个太空龙身上 都会飞一些氧气 对不对 但是它一定有实现的 越来越少 每呼每吸 每一口气 都会让你的氧气 越来越少 那是一个可怕的状态 好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之后 现在先为各位解密 就是说 其实事实上 这个灾难的起因 是因为俄罗斯 它用什么 它要用导弹 打下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一颗 已经退役的内心 那老实讲一句 这个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都是真的啊 俄罗斯正在积极发展 反卫星武器 没有错 那这一颗 这颗反卫星武器 打到了什么呢 打到这颗废弃卫星的时候 那些碎片 竟然没有掉落 地球的大气质 因为技术不够纯粹 结果卫星竟然开始 同步跟着太空船一样 继续在轨道上运行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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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击中了 美国的哈勃望远镜 以及什么 美国的太空梭 是这样的剧情 在电影里面 你看到这个剧情 一笔带过而已 可是我跟你讲 力高 但是这种场景 有可能在外太空真实上演 不但可能 而且我跟你讲 这才是这个电影的背后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所有的弹道飞弹 我们知道MIRV对不对 就是一种重返大气层灾居 那美俄两国 现在不断在发展说 我怎么样能够在外太空 先截杀你 截杀你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飞弹发射到外太空 它准备开始绕轨道运行 运行运行 洲际飞弹准备要攻击的时候 这都是设定好的电脑程式 它要进行攻击华盛顿的时候 它到最后的阶段 也就是说你在轨道运行很久 结果你要进来攻击华盛顿的时候 是呈90度角 突然很抖的方式这样降下来 这个地方叫做中段导影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不管是美国或苏联的战略导弹 在中段导影回来的时候 没有人拦得住 这是最难的地方 他们都积极想要突破这样的技术瓶颈 好 大家就可以了解了 就是说其实这虽然今天还没有做到 美国他宣称他做到了 但也不实在 也不纯熟 更何况是苏联 好 回到电影 你会想说 哎呀 那到底山卓布拉克要怎么脱困呢 结果山卓布拉克在旋转过程之中 好不容易得到俄罗斯太空战的协助说 哎呀 前面 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这是中国的 大家仔细看 仔细看 哇 你看这个画面 哇 看到这个啦 这个就中共的国家旗帜 对不对 这是中国太空战 不是不是不是 山卓布拉克马上推翻自己讲的话 他说这应该是国际太空战的 他不相信 他看到的是中国的太空战 你意思说这是天宫 天宫太空战 我跟你讲 他一开始以为是 但他马上推翻了你知道吗 电影你为什么要安排这个桥站 所以他开头不相信 因为最重要是美国人的一个成见 成见啊 他考试啊 考试中国人 不可能有太空战在这边 所以他说 不是 那是国际太空战 结果乔治克隆尼 就是男主角跟他讲说 不是啦 前面这个是国际太空战 你看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天宫一号 就是中国的太空战 没有错 你看到的没有错 好 OK 那结果呢 结果这两个人 你知道吗 最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最后就是真正的 被中国的太空战 给救回来了 你知道吗 真的是登上了天宫一号 然后靠着天宫一号上面的 神舟降落舱 最后电影的结局是 安全成功的回到地球 可是还有一个桥段 又考试了中国一遍 怎么说 一爬进天宫这个太空战的时候 你看 哇 都简体字啊 都看不懂啦 里面全部都简体字 里面全部都简体字 连个英文都没有 好 立冈五就要讲中文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这样子 现在真的在 剧情中为什么要这样的桥段 为什么要这样的桥段 好 我告诉你 因为事实上 地球上 你注意这画面上面 你看 外太空 三国布拉克现在正在找 但是发现里面全部都中文字 全部都中文 对不对 完全中文 没有任何英文字在里面 根本不知道这些系统怎么样启动 这又再一次考试了中国人 你知道吗 知道我告诉你 其实现在在太空中 真的只有国际太空战 跟天宫一号 两个人类的太空战而已 而且先前国际太空战 注意都是简体字 你有没有看到画面上面 你说老外看了会不会疯狂